第176节 红砖小楼一家一进 砍了树冠的大树 从山里运过来 那就是大价钱 栽在庭院周围 明年就会重新变得匆匆郁郁 还有从皇家园子里引种的奇花异草 刚种下去 坊官就派了不良人日夜守护 生怕那些个不长眼的偷挖回家去 云家侯爷就是大气 给不良人掌了工钱 足足三倍呀 现在新画坊除了工地 地上干净的像是狗舔过一般 红砖铺就的地面上 砖缝里都没有一丝杂物 走在这样的街道上 你就是想吐口谈都不忍心 不良人腰里别着短棍 有随地吐痰的 上去就是一顿棍棒 没二话 这是新画坊的新规矩 小先生说了 叫什么公共卫生 人人有责 这话的意思就是 只要看见周围弄恶心的人 抓住揍就对了 臭水沟现在叫金水河 不许再把屎尿往河里倒了 每日里天刚亮就有四个轮子的这个马车呀 来收这些肮脏的东西 摇一摇铃铛 每家就必须把马子拿出来 把屎尿倒进带盖子的大木桶里 拉出城外 据说这脏东西到了农田 它就成了好东西 有高僧还说 这就是天地循环 生生不息的道理 五谷也需要轮回 金水河几乎一夜就变得清澈透底 就是河底下呀 什么都有 连死人的骨头架子都有 这怎么行呢 那些极为有能耐的小先生们呢 又把河水的进口堵上 告诉河岸的两边人家 每家都需要把自家门前的一段的淤泥给挖出来 堆到河岸边 长安人最见不得这别人比自家好 这河水将来是要自家喝的 万一有死人骨头没挖出来 岂不是自家倒霉啊 一辈子喝人骨头汤啊 呼朋唤友的把自家的门前呢 打扫干净 你家挖三尺 我家就挖四尺 有二杆子挖六尺的 差点把泉水给挖出来 最后呢 定了标准就四尺 作为出了力的人家 你可以建一个小台子 供你家洗衣桃米洗菜 你家有优先权 规格小先生们都定好了 四尺见方的台子还刻花纹 怕那个太华伤了人 石料啊 给你送家来 你自己找人安装 长安县不管 河边种了小柳树 这东西耐活 插上就行 想想小树长大以后 自家在柳树下纳粮的场景 就让人神亡 原来住在臭水沟两旁的 这个穷苦人家 突然发现自己的破房子 变得值钱了 想当初自己一贯钱买的房子 现在光地基就值五贯钱了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啊 总算是给子孙们留下了一份产业 拱着腰背着手的老头 没事就在河边转悠 发现呢 有脏东西就拾起来 放到脏东西该去的地方 还把门前有脏东西的人家叫出来 臭骂一通 把你家天生的穷命鬼啊 啊 就不要害到街坊们一起和你受穷 再乱扔脏东西 就把房里的脏东西都扔到你家来 被骂的人家呢 面红耳赤的还不好争辩 从这以后啊 河岸边的人家就对卫生有了一种近乎偏执的要求 你家的灶台可以不擦 门前必须扫干净 死了娘老子这事都不许断 否则街坊们会让你也死一遭 晚上掘开赌河的大坝 清水重新躺过 经过活水的一夜冲刷到了天亮 清亮亮的河水从门前流过 水里的鱿鱼都清晰可变 老人家蹲石台子上 拘一棚水 喝一口 大叫好喝呀 再也没有那股子恶心的屎尿味了 喝了一辈子的脏水 没想到喝干净水 其实是如此简单 自己只是出了些力气 栽了几棵树 就让自己头一回感觉到做人的乐趣 长安城里的四条河 新画坊工地呢 只解决了一条 只清理了河口这一段 花了些石料 仅此而已 在新画坊庞大的工程预算面前 连只蚂蚱都算不上 长安县一时之间群情汹涌 要求啊 这工地上把另外的三条河也清理一下 工部上述李大亮 同管着天下河道周桥的修建 见到此情此景 做事雷厉风行 毫不拖沓 一千罐石料费用 两千个民府指标 就下达了给属下了 图纸从新画坊的工地调用 赵猫画虎如果还不会 李大亮不介意从上到下来一次大换血 陛下和百姓早就对工部失望透顶了 现在他无论做多么大的调整 朝堂上都会全力支持 作为这次大改造的精华地带 新画坊无疑是焦点中的焦点 只是中日紧闭的坊门 还有凶神恶煞般的不良人 让长安百姓止步 想要进去 完全不可能 官家呢 倒是有进去的 只是出来的人呢 都恍若失魂 嘴上赞叹不绝 直言此地 只应天上有 人间哪得 几回闻呢 说完了 摇摇头 一副流连不舍的架势就离开 似乎是备受打击啊 见多识广的官员都是这副模样 让长安百姓更加好奇 新画坊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 他们哪里知道 官员上了马车 就摸摸怀里精美的小木盒 啊 只说了几句话 就得到大理 这个顺水人情 做的值 只是自己要不要也在 新画坊 弄一套房子 给子孙 也留下一份积业呢 李克趁着大修建的机会 告诉皇后 现在的太叶池子 那就是一个巨大的污水坑 虽说这金水河啊 现在有了干净的水入住 和外面的清水相比 太叶池子发绿的水 让他看得恶心 如果娘娘想要把张水换掉 他这个做儿女的呢 应该尽一份孝心 当然呢 李承前 李太这哥俩呢 也没有跑掉 只需要三千贯的铜钱 就可以解决 他哥仨呢 完全可以负担 只是有一桩麻烦 换池子里张水的时候呢 宫里的贵人们 就需要有一部分 暂住宫外 免得受到惊扰 比如他母亲杨飞 住的离叶太池太近了 完全需要暂时住到宫外 比如到玉山 他在那里呢 有一栋房子 可以让出来 长孙把这件事当做笑话 讲给李二厅 李二厅爸 笑的气都喘不上来了 十四岁的儿子 开始耍心眼了 这种心眼呢 却是他喜闻乐见的 只要前提是人笑 这种心眼 就是一种福气 他又把这件事呢 讲给杨飞听 谁知道 从来都笑颜不断的杨飞 在他面前 痛哭失声 艾飞呀 你知道 克尔为了让你有出功散心的机会 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吗 听清却说 现在呀 他欠了云叶两贯钱 这两贯钱可不普通啊 需要克尔尽心竭力的 才能一文一文的赚回来 克尔替云叶修建新画坊 整个修建的费用超过一万贯 预期的得力超过了十万贯 就这样 云叶还很不满意啊 只同意他顶替五百万的债务 其他的还需要克尔在学业上超过清却 得到书院的首席模范生 才能有一贯钱的进账 清却学业有多优秀 你是知道的 想要超过他 难呢 很难呢 说吧呢 放声大笑 得意之急 他的两个儿子在书院上 长期霸占着前两名的位置 纹丝不动 听这个清却说 云叶都有一些愤怒了 这次在书院里 已经在呼吁其他的学子 以及 清却和李克 为超越目标 只要超越他们哥俩 赏赐加倍 还正送新画坊 独门小院一套 如今这书院学子已经疯了 三更棉 五更起 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 头上绑着啊 打倒李泰的布条子 日月苦毒 让李泰很是担心的 能让云叶吃饼 是李二现在最大的乐事 这让对手咬牙切齿 却又无可奈何的感觉 已经有多年未曾有过了 如今在儿子的身上 又感受一回 实在是人间乐事啊 这云叶也太过分了 如此苛刻我儿 妾身要去书院 为我儿讨个功道 杨妃现在就坐不住了 一想到李克满身灰尘的 在工地上忙碌 这瘦小的身躯 风里来 雨里去的 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母亲 能有一段愉快的休闲时光 就心痛如刀割呀 朕倒是认为 云叶的做法没错 爱妃 你也是读过书的人 应该知道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的道理 如今云叶死命的 压榨清雀和克尔 是真正的为师之道 他们一旦从书院四叶 天下间还不任由他们纵横啊 我李世民的儿子 也当为昆鹏 他日扶摇九万里之时 定会叫这天地变色 长安城在今年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城里的商业时间呢 受到了宵禁的限制 只有区区三个时辰 在朱雀大街上摆摊 会被人家寻城关 连人带货物的一起关牢里 打瓶醋啊 都需要穿越半个长安城 让家里等着吃馄饨的孩子 情何以堪呢 关中人不喜欢做生意 尤其是看不起生意人 获利丰厚 却辱莫祖宗 何少不在乎 他祖上啊 就是叫花子出身 当然不在乎 辱莫不辱莫的 他家中堂上挂着 天大 地大 吃饭最大的祖训 为了吃饱饭 身负爵位 却不在乎口碑 硬是把生意做的风生水起 在每个房市都买下来一块小土地 准备啊 开一家杂货铺 从针头现脑到新鲜蔬菜 无所不有 哪怕你家需要最新的一匹马 就可以拉着到处跑的轻便马车 杂货店也会供应 108个房市 他总共建了80个店铺 这在长安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大买卖了 就是这股东多了一些 李承前也扔过来两满块钱 啊 要要走了半成份子 事实证明 他的决定一向是英明的 200贯钱 在第三个月就回到了他的手里 这家叫便宜坊的杂货铺啊 让他另眼相看 不是200贯钱的事 是因为杂货铺总有大量的铜钱 还绵绵不绝 这里边啊 没有人吃亏 李承前特意派了那是头子啊 从头到尾的查了这杂货铺的整个流程 农家提供新鲜蔬菜 还有鸡 鸭 鹅 这些的家禽蛋 猪肉呢 还有一些没有多少次的这个大嘴巴黏鱼 这都是有契约的 农家每月从商铺里啊 结一次账 价格很公道 没有欺辱农户的事情发生 这也合乎商家的规矩 农户啊 也接受 马车行不停的把货物送到长安城里的每一家店铺 再由商铺把货物卖给仿市里的居民 价格呢 只有东西二市的九成 还不用跑远路 仿民们也受益 那是眼睁睁的看着空荡荡的杂货铺子 在一个上午啊 就被货物给塞满了 在这个过程中 杂货铺子没有花一分钱 那些手艺人家争着给铺子里送货 有的居然还送礼 到了月末的最后一天 新画坊水路上新建的杂货店总店大厅里 人头涌涌 十二位账房椅子排开 按照货物的种类 给每个供货的人家付钱 一车车的铜钱运了过来 黄灿灿的就堆在大日头底下 新的麻布口袋装满了铜钱 按照票据付钱 忙的是热火曹天 牙医的税吏就坐在一边 十五一税 每个领完钱的都到税吏这里完税 税吏不敢多收 太子殿下派来的侍卫 握着刀把子站在一边呢 商户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喜欢交税 十五税衣 简单 俺卖木头凳子 卖了三罐钱 两百文的税 这就交了 俺家里的铺子还卖了两罐 那是不是一起交了 税吏的脸是越来越黑 旁边竹框里的钱越来越多 最后税吏都要哭出来了 要是这样下去 大唐所有的税吏可怎么活 人群里站着两个老头 一个黑脸堂宛如农夫 另一个面容轻瘦不实的与着下巴上的胡须 如同一位教书先生 玄成兄 如果都这样用铜钱交税 不再有那些租 拥 调之类的 我大唐 在线文景盛况 也不是难事 可惜的是只有一个便宜房 如果多一些就好了 玄灵兄啊 我看中的不是缴税的多寡 而是税吏脸上的颜色 老百姓们在老老实实的缴税 他只需开出完税的证明即可 税收的如此顺利 本应该高兴才是 他因何事一副死了爹娘的模样啊 老夫觉得将这个原因弄明白 也就清楚了我大唐为何 伤税严重不足的根本原因 何少拱着身子 陪笑说 哎呀 哎 这关乎到黄灿灿的铜钱呢 是一个 是人他就想捞一把 如今在便宜房 百姓交税都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他们呢 做不了 拌点手脚 那不哭才怪的 魏征很讨厌何少的试快气 甩一下袖子 哼一声 不言语了 房玄灵 哎 倒是笑着说 好 既然看出端倪 玄成兄的雷霆手段 想必会让他们永生难忘吧 内侍认出来他们两个不敢叫破 只能上前见礼 魏征问 你们这些天既然一直跟着流程 可又发现不轨之事啊 回味时中的话 晓得这些天啊 看了每一个环节 都有票 有据可查 没有发现不妥之处 只是奇怪 何县子只是购买了店铺 其中很多还是租用的 店铺里空空如也 都是这些小商家自己把货物搬进来的 便宜坊的掌柜还挑三拣四 稍微刺一些的货物都不要啊 小的就奇怪了 他们一件货物都没有 一文钱都没花过 却可以发大财 让所有的人都有好处 这是怎么回事啊 房玄龄回头看看何少 等着他的解释 何少打着哈哈说 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手段 在两位面前 说实在的是入魔祖宗 诸位还是给在下一个保存颜面的机会吧 人家不愿说 他们呢 也不能强求 何少的便宜坊 没有半点出格的地方 那些小商户和农家 自愿一个月之后收钱 你官府也不能硬逼着他们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交易吧 这是超级市场的原理 云野给何少 他也呢 只是懂得一些皮毛 只知道建一些卖厂 让别人来卖东西 这是对长安目前极为缺乏的商业场地的一种补充 以何少的奸商潜质 不把这超级市场弄个明白清楚 是不会罢手的 天可汗的帽子 被李二稳稳当当的戴在自己头上 天下万邦皆为子民 向天地焚表之后 违逆上苍一指 意图不轨的岭南 十一土王 被斩首弃势 让那些心头尚存有侥幸 只为得到大笔赏赐 做做样子的一族 极为惶恐